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二分搜索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给定一个有序数组array 其中不含有重复元素 请找到满足array i等于i这样的条件的最左的位置 如果所有位置上的数都不满足这个条件返回复1 首先生成全局变量result 记录最后一次发生array i等于i这种情况的位置 初始时result等于-1 如果array的长度为n的话 那么首先考察array 0的值 如果array 0大于n-1 因为整个数组都是有序的 所以可以知道在array 0到n-1上 所有的值其实都是大于n-1的 同时我们知道array中位置的取值只能是0到n-1 所以肯定不存在array i等于i这种情况 直接返回-1 那同理我们还是要考察最右边的值 也就是array n-1的值是否小于0 那么如果小于0 那也可以直接返回-1 如果上面的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就考察中间位置的数 也就是array m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array m大于m 因为数组既没有重复值 又是递增的 所以递增的量其实最小是1 而位置的增量则严格是1 所以从m到n范围上都不会出现array i等于i这种情况 那么其实我们只用在0到m-1的范围上继续二分就可以了 如果array m小于m 因为数组既没有重复值 同时又是递增的 所以从m位置到0位置上的值 其实是向右到左递减的 而递减量其实最小是1 而位置的值呢 从最右到最左的递减量是严格的1 所以整个0到m范围上都不会出现array i等于i这种情况 那么此时只用在m加1到n的范围上继续二分 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array m等于m 用result记录下当前的m值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但同时我们要找的是整个数组中发生array i等于i这种情况的最左的位置 所以依然是在0到m-1的范围上继续二分搜索 给定一颗完全二叉数的头节点head 返回这颗数的节点个数 如果完全二叉数的节点数为n 请实现时间复杂度低于b个on的解法 这道题看似和二分搜索没有关系 其实最优解的思想正是来自于二分搜索 我们知道完全二叉数是一种比较结构特殊的二叉数 节点的增加跟减少的方式 其实和堆结构是非常像的 添加节点时总是从最后一层开始 从左到右依次添加 最后一层添满了之后 其实再从下一层的最左位置开始添加 删除节点时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逆过程 总是从最后一层开始 从右到左依次删除节点 最后一层消失之后 再从上一层的最右位置开始删除 正是一种严格的性质让我们其实使用二分搜索的方式来统计它的节点个数成为了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就展示一下统计的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找到二叉数最左的节点 其实目的是想统计完全二叉数的高度 因为刚才二叉数的基本的性质 最左的节点呢 其实一定是在完全二叉数的最后一层上的 那么假设这个层数我们得到了是2的话 然后我们找到二叉数头节点的右子数上的最左节点 如果头节点右子数上的最左节点能够到达最后一层 其实说明头节点的左子数一定是一颗满的二叉数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根据满二叉数的计算公式 直接算出左子数的节点个数 那么再算上头节点这个节点 其实剩下的节点个数呢 我们可以用地规的方法 用相同的方式在右子数上求它的节点个数 但如果头节点右子数上的最左节点 它不能到达最后一层 那此时说明什么呢 说明头节点的右子数一定也是一颗马二叉数 只不过是比左子数少一层的马二叉数而已 此时我们依然可以用统计马二叉数的公式 直接求得右子数的节点个数 然后再加上头节点这个节点 剩下的节点数呢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地规的去求左子数上的节点个数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得到一颗完全二叉数的节点个数 这比便利的方式其实是快得多的 如果使用便利的方式 我们知道如果一颗完全二叉数的节点个数为N 那么它的时间复杂度为B勾N 但我们刚才说的最有解的过程 时间复杂度仅为B勾H的平方 H是这颗完全二叉数的高度 但其实整个过程的思想 其实二分的思想 其实就是在看完全二叉数最后一层最右的节点 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如何用更快的方式求一个整数K的N次方 如果两个整数相乘得到结果 这样一个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B勾1的话 那么得到整数K的N次方的过程 请实现时间复杂度为B勾LogN的方法 我们知道普通的做法呢 是把K这个数相乘N-1次 自然就得到了K的N次方 这个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为B勾N 因为进行了N-1次的乘法嘛 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可以在B勾LogN的时间内解决的 我们现在直接用具体的例子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过程 假设整数是10 那么如何最快的求解10的75次方呢 首先我们把75拆解成二进制的形式 为1001011 那我们知道10的75次方 实际上是10的64次方 乘以10的8次方 乘以10的平方 再乘以10 那在这样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先求10的1次方 然后根据两个10的1次方 求出10的平方 再根据两个10的平方求出10的4次方 最后呢 我们根据10的32次方 求出10的64次方 这个过程中 75的二进制形式 总共有多少位 实际上我们就使用了多少次的乘法 那在这样一个 一次扩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把应该累成的乘起来 比如说10的64次方 10的8次方 10的平方和10应该累成起来 因为64 821 对应到75的二进制中 相应的位置上是1 而10的32次方 10的16次方 和10的4次方 则不应该累成 因为32 16和4 对应到75的二进制中 相应的位置上是0 那么最后累成的结果 其实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 换句话说 求一个整数k的n次方 可以利用n的二进制形式 把整个过程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方式 求解出来 n的二进制的形式 可以天然的把我们的成法过程 划分得十分的优良 这种做法的思想原型 其实是来自二分搜索的